赖清德的访美也被台湾媒体称之为是所谓美台关系的突破 不过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博瑞哲就表示说 赖清德在这个时候访问华府反映了所谓美台关系好 但是他并不认为此访意义重大 怎么解读博瑞哲的话 博瑞哲的话确实是未卜先知 赖清德此行是相装武剑意在背空 对美国来说相装武剑是谁呢 是赖清德安排一个场景 他们称之为计算过的安排 美国不会只用calculated 就计算过的安排 可是美国人真正要算计的是后面的配空 也就是蔡英文 因为目前对于涉外政策 两岸关系 或者是来自于对外的一些经贸议题等等 所有的决定权拍板定案的还是蔡英文 所以不认得讲的话 第一个意义是你就是个副手 副手本身没有任何的权利 所以这个常见面 你也可以说是此行没有任何意义 这也是事实 但是说他没有意义也不会 为什么他说此行意义重大 或者是民进党会把它称之为 这是一个突破 因为过去像这种副手 去跟美国早餐会议 特朗普吃早餐的人不太多 但是你说以前都没有吗 也不会 过去20年蓝绿执政的 在台湾执政都有 而且一吃早餐就3500个人一起吃早餐 那是政治大拜拜 那另外第三个就是 许多绿媒说此行所有的突破 我认为所有的突破应该至少几个特质 第一前所未有 叫突破 如果蓝绿过去20年都去吃过早餐 都是3500分之一 那是突破 他只是例行公私而已 所以突破你必须要是前所未有 第二个就是谈了之后 他有后续的 假如这个都没有的话 你告诉我什么叫突破 我倒认为未来 赖清德将来扮演这种 所谓的备胎的角色 他将来就是聊背一个 而在第二任之后的蔡英文 会越加的独裁专制 这可以想象 因为他们有连任的后顾之忧 所以未来所有的意见 都是蔡英文输的才算 因此类型的痴心 他就是象庄五件 佩弓要不要点头呢 那看佩弓蔡英文的意思 第二十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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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的 那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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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师傅 先生 先生